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最近在网上传出一则很劲爆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就是江泽民大儿子和他的大孙子。 江绵恒和江志成父子已经被习近平抓了,爆料人是姚成,是前解放军海军司令部中校,现在他的人已经去了美国。 他在X平台爆料,说江泽民的长孙江志成,以及他的大儿子江绵恒现在被习近平贵押在北京昌平区的莱广营总政开守所。 这个消息在外界没有什么人在讨论,提及到这件事的次数也不多,主要是从姚成这方面爆出来。 那他是从哪方面得知?姚成发的全文是这么说的。 据传,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在参加江泽民丧礼之后就被控制起来了。 最近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也因为参与了军方的反习阵营,所以两父子均被正式抓捕。 因为涉及军方政变,现在由军方来办事。 目前关在了北京昌平区的莱广营总政开守所。 在今年1月份,中共对军队进行了高层大清洗。 在过去的半年,被肃清的军方高层多达15人。 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是最先爆料火箭军遭到整肃的人。 所以这个消息有一定的可信性。 不完全是假的,是从军方传出来的。 在1月份的时候,彭博也报道过,中共的火箭军以及整个国防工业的腐败情况非常严重。 根据知情人士的说法,美方情报评估,这位人士认为中共军队腐败的案例,包括飞弹中装水而不是燃料, 以及中国西部大部分的飞弹发射者根本无法打开发射盖。 当然,中共军队贪污是大家人所共知的。 他们要么是靠畅卡拉OK上位,要么是靠上床上位,难得靠贿赂。 买官买官成为了军队的常态。 买官就是希望能入军队,然后可以从中捞到更多的好处。 比如装备发展部专门负责采购武器等各方面的东西。 这是最好贪污的有水位。 所以李尚福出事了。 李尚福之前就是总装备部部长。 还有军委副主席张又霞也是。 所以这帮人全部都是靠贪污起家。 没有一个人有打仗的能力。 所以习近平清洗他们也很正常。 但是这件事是不是真的牵涉到了江绵恒? 这一点就非常令人质疑。 为什么? 习近平一上台就不断清洗江泰遗留下来的几名军头。 包括徐才厚、郭伯雄等人。 这些江泰的军头几乎已经被习近平清理得一干二净。 那江绵恒会不会跟这些军头有关? 还是这帮军头想拥护江绵恒? 我不敢肯定。 现在还有没有军头是拥护江泰的人? 我认为已经所剩无几。 因为经历了习近平这十年。 什么都被清洗干净了。 甚至连胡锦涛的人都已经被他清洗得七七八八。 现在的军队里面除了习近平的人之外, 就是一些没有认真战队的人。 你不战队根本就上不了位。 因为你没有加入什么阵营。 但是现在实际上除了习家军之外还有没有第二个阵营? 我表示怀疑。 现在最大问题是, 习近平到底需不需要把江绵恒和江志诚两父子控制起来? 因为江志诚控制着很多资本。 包括腾讯和阿里巴巴在内的这些科网聚企全部都是由江志诚控制。 但是这些聚企现在已经被中共收归得差不多了。 他们只是作为投资者。 作为投资者, 那还有必要去抓他们吗? 又或者是不是有着利益的分配问题? 所以有很多人提出质疑。 有网友去查过昌平区, 发现莱广莹是属于朝阳区, 不是昌平区。 大家上网找就可以找到。 所以, 资料不是十分准确。 还有就是, 江泽民其实是在2022年底去世。 如果真的是把他们两父子抓了起来, 不可能过了那么久才有消息传出。 因为刘亚洲被抓了之后, 很快就会有消息流出。 而且, 这可是大事。 江敏衡两父子被人抓了。 消息竟然这么久才传出来, 怎么想都会觉得不妥。 所以人们都对这个消息产生了质疑。 欢迎, 听众们。 今天, 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 聚焦一款备受瞩目的, VPN Surfshark。 在众多, VPN中, Surfshark以起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 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 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严格的无日之政策, 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准备好安全的冲浪吗? 在视频描述中查看, 特别折扣连接。 而且, 源头只有姚城, 没有其他的媒体收到消息。 这就使得人们觉得不太靠谱。 因为我认为, 凡是跟江家有关的事情, 都有一个最权威的机构, 叫做大纪元, 或者是法轮功。 当法轮功如果一面倒地站出来庆祝, 这件事真实的几率就会很高。 如果他们是半信半疑的话, 这件事发生的几率就会很小。 全世界最关心江家的人一定是法轮功, 因为法轮功受到了江泽民的直接迫害。 所以, 法轮功跟江泽民一派有着血海深仇。 他们连面对习近平的态度都没有对江泽民那么坚决。 这件事我们在之前也分析过, 因为他们对中共还是垂有着那么一点点幻想。 例如胡锦涛上台, 他们就寄望胡锦涛能跟江泽翻脸, 把江泽民打倒。 实际上, 胡锦涛只是个傀儡, 政令不出中南海, 到了习近平上台。 当时, 他们在头两三年的时候, 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习近平身上。 希望习近平能为他们平反, 更希望习近平能够斗倒江泰。 但是实际上习近平就是江泰捧出来的人, 所以他们的愿望只能落空。 现在江泽民的儿子还有没有影响力? 习近平有必要把他抓起来吗? 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如果习近平真的要向他开刀, 其实可以名正言顺, 可以说他是经济犯罪, 经济腐败。 因为这两父子, 乃至所有的元老家族, 全部都牵涉到经济腐败。 没有一个是干净的。 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用这种方法来扣押。 当然, 也有的人会说他是牵涉到了政变。 但是任何人牵涉到政变都是用经济罪名来入罪, 包括贪污, 包养情妇, 生活作风不检点, 行贿等等。 反正罪名肯定跟政变无关。 就像薄熙来, 也不是说他政变谋反, 只是说他贪污了2000多万人民币而已。 所以, 如果真的要找江家父子开刀, 习近平大可以名正言顺。 所以, 我个人也倾向于不相信他们两父子真的被抓了。 而且, 江志诚的不遇之本在前段时间也还有活动。 去年江志诚人还在新加坡, 他的总部也搬到了新加坡。 所以说, 江志诚在2022年底江泽民的丧礼之后就被扣押了。 我认为可信性不是很高。 江绵恒虽然有一段时间没有露面了, 但是自从江泽民死了之后, 当时他们全家人都有出来公开亮相, 是不是在当时就已经被拘捕? 或者是被软禁? 我觉得看起来也不像。 习近平最讨厌的人不是江泽民, 因为江泽民实际上是他以前的后台, 现在无论怎么样, 他也没有去对付江泽民的必要。 因为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军内, 江泽的人基本上已经被他清洗干净了。 他完全没有受到江泽民的威胁, 反而他认为李克强还有威胁, 所以他要做掉李克强。 所以这件事如果根据国情来分析的话, 几率不大, 除非是真的牵涉到军队政变。 而这些消息是由军队系统爆出来的。 这样的话就有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知道。 我们是照例采取观望的态度。 如果有最新的消息, 我们会跟大家继续分析。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T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以为看到这参半小铛的主 masses원�INE的声音愿报道+. 感谢观看